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这几年韩国烤肉在台湾越开越多间 台北临森北路的巷弄里 有一家开业将近20年的韩国烤肉店 特别的是他们的去骨牛小排 靠着独门的腌渍调味 烧烤过后香气很迷人 吃起来肉嫩不甘涩 今天好菜还有辣烤猪五花 用道地的韩国辣酱腌渍之后 入口为辣却带有淡淡的甜味 令人亦有味尽 去骨牛小排在高温炙烤之下 滋滋作响散发诱人的气味 红通通的腊烤猪五花 烤得滴滴波波 焦香四溢皮脆肉嫩 外表会比较脆 那它的肉质是不会到很老 所以整体吃起来是非常酥爽 那口感的部分也很够 跟我以往去韩国吃到的烤肉 味道是差不多的 2001年就开业的这家韩式烤肉店 就位在素有韩国餐厅一条街的 林森北路巷弄里面临强敌环四始终屹立不遥 我跟我先生是已经吃了二十几年有了 因为他们的酱蛮特别的不一样 能吸引老主顾紧紧跟随在于这里的肉品 经过老板独家腌制而成 像要腌制美国CHOICE等级的去骨牛小排 葱和洋葱不能少 还要加上可乐 可乐的话可以让肉质的部分更软嫩 各种调味料纷纷入锅 牛小排得腌制两天 才能完全入味 一天的话口感上可能肉不会那么的软 那么嫩 贴心的是在这里烤肉不用自己动手 有专人为你服务 大概七分熟 因为如果太深的话 吃起来会口感会变得比较腻 如果太熟的话会变得太干彩 腌制过的去骨牛小排滋味迷人 柔嫩中带有一点点的咬劲 还可以搭配生菜一起吃 里头包着泡菜 豆芽和蒜片 口感更加清爽 口感蛮嫩的 然后吃起来不会说很油腻的感觉 很棒 很好吃 80年次的赵佩蓉是这家店的第二代 爸爸是韩国华侨 当年在台湾卖起韩式烤肉 靠着独特的口味打响了名号 2013年赵佩蓉接下这一间店 其实历经一番拉扯 以前小时候就有来这边帮忙 帮忙几天就会跟爸爸吵架 就叛逆 吵架我就会离开 隔天我就不来上班这样子 自从当完兵之后才会落想 其实他在做的时候他在 我都会在旁边看 对 就是慢慢地学这样 过去的叛逆小子长大了 专心守着老店 延续爸爸的做法 沿着辣烤猪五花 只用韩国进口的辣酱 台湾的会比较咸 韩国的话会比较稍微带点甜味 那辣烤猪五花这个 其实在韩国也吃不太到一样的味道 对 这是爸爸他自己研发出来的味道 猪五花随着高温上下起伏 仿佛在跳舞一样 我们用的都是铸铁锅 对 我们用的锅盖是比较传统的 用这个烤辣烤猪五花烤起来 味道跟西洋现代的锅子烤 味道会完全不一样 串出阵阵香味的辣烤猪五花 肥的部分烤得香脆 肉质软嫩不会柴 微辣的口感还带有淡淡的甜味 加点葱丝一起吃十分爽口 烤起来味道也很好 你说一般的不吃辣的人 稍微有点甜味那有点辣 应该是可以很好可以接受 点月率同样很高的鲜嫩羊小排 一下烤盘瞬间弥漫热烟和香气 因为它原本是带骨的 那我们会帮客人烤的时候 做去骨的动作 那也会帮客人检测很容易入口的大小 鲜嫩羊小排如同菜名 口感嫩滑 带点微焦没有山味 令人一吃就欲罢不能 肉质吃起来很棒啊 因为有专人在烤 所以它就是烤得刚刚好 人参鸡汤按照传统的做法 在全鸡里头塞进栗子 红枣 蒜头 还有糯米 要完成这一道鸡汤得分两次烹煮 预煮的时候是要让它 就是里面塞的糯米啊 栗子跟红枣 让它先熟 接下来才会分钟出来 让它继续的煮 继续炖 对 让鸡的味道可以煮出来 家境人参 蒜末还有鸡高汤慢慢炖煮 前前后后至少花费四个小时 才能熬出汤头的精华 在出菜给客人吃之前 我们一定会自己先试 对 因为我们觉得不行 我们也觉得不会给客人 人参鸡汤飘着浓郁的香气 淋上人参酒味道更加突出 鸡肉炖到软嫩 轻轻一夹就能骨肉分离 肉质不会干涩 汤头融合米香 入喉温暖 香醇回味 比较浓郁 然后就是 它也会帮我们就是把这个鸡肉的部分 在那边撕开的动作 然后让我们就比较好吃 就是入口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那个里面也有加这个糯米 那糯米的部分 其实已经也炖的差不多 就是有入味这样子的 很好吃 一开始的话一定要大火 就是炒猪肉丁 然后就是再下洋葱 炒到软然后炒到甜味出来 嘉靖用黑豆做成的炸酱 韩国炸酱面 和台湾口味很不一样 台湾炸酱面味道会比较咸 然后它的内容是 基本上有豆干啊 对 绞肉 那韩国的那面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洋葱跟猪肉 韩国炸酱面带有洋葱的甜味 虽然外观嗷嚕嚕 但经过搅拌之后 面条均匀裹上了酱汁 口感Q弹滑顺 十分爽脆 搭配烟萝卜 层次更丰富 这边人参鸡汤 等下帮你试一下鸡笼 即便爸爸已经退休 定居在韩国 爸爸的叮咛 言犹在耳 味道的部分一定要抓得非常的准 那再来就是员工吧 对 员工就是一定要好 因为员工就是我们的最大的资产 那我接手之后 可能就会希望把服务做得更好 背负着招牌 是传承也是使命 赵佩蓉手起完心 要让韩国烤肉的喷香美味 延续下去 就像烤盘上的肉片 滋滋声响不断 持续火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